Hello 很快就來到第二次的麥麵了 今天你們看到就是吃泰國食物 就是這個冬蔭公 生菜包 還有一碗生菜魚肉 我都準備了這凍的食物 今天真的熱到瘋了 其實我是十幾個小時都沒有吃東西 我的口到現在這一刻 我也是不想吃東西的 但是肚子已經很不舒服 肚子很痛 所以點了一些比較開胃的食物 因為真的完全提不起勁吃東西 現在都要喝一口冷的食物 因為真的超熱 出了天氣 今天那種不是光蒸那種 但是很藝焗 這個是冰糖雪梨茶 再加上今天又說不像油水 所以特別覺得辛苦 好了 現在要開始吃了 先吃了生菜包 很多人都問我為什麼不把食物放出來 但是我覺得 放出來反而是沒有那麼衛生 而且如果換了盒子會很容易冷 看看 很美味 很美味 這家的生菜包特別好吃 我特意再去買 好美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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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們一定猜不到 我的東蔭公湯和山菜包是在泰國菜館賣的 因為我比我吃東西囂張一點 我覺得每一間泰國菜館好吃的東西都不一樣 有些是山菜包最好吃的 有些就是東蔭公湯最好喝的 譬如我買這間山菜包的餐廳 但是它的東蔭公湯是不好喝的 我會去另一間好喝的東西買 買了一間山菜包也沒有這間那麼好吃 雖然麻煩一點 但我會這樣當作獎勵一下自己 雖然比較薄 本來是最好的 有些是白菜包 肉都不激烈 有些是白菜包 是白菜包 有些是白菜包 有些是白菜包 很酷 有些是白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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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生菜真的很好吃 超好吃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一下話題 我之前做義工時 那時候是一些... 我不是覺得可以搞笑的 但我覺得是一些很慘的 話說回來香港做記者 時間比較充滿 那時候還有很多赤字之心 覺得一定要幫人回來 就去做義工 做過生命熱線 也做過很多探訪 都是關於情緒困擾 自殺的人的義工 那時候我記得做了幾年的前後讀 那為什麼最後沒有做呢? 其實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例如你做生命熱線 打進來電話的人 都不是真的需要幫助的人 很多都是那些... 一生都是受政府照顧經濟上 還是... 受政府照顧一些人 你選擇才可以叫做庇護工場 好像是一些本身生出來有問題的小朋友 他們大過了 他們都會變成一個大人 他們每天都會有一些衣衣去照顧他們 他們住的地方都是政府的宿舍 他們每天都很無聊 就會去打電話 去... 無所事事地打來問你 A姐姐你今天... 來了月經沒有 又想問你今天的胸口什麼顏色 或者是... 無厘頭 這樣經常佔著電話的線 到你想收到的線 他就會說 不行我我現在想自殺 這樣... 他就會有方法去令你 你跟他繼續談電話 然後又試過探訪 也都試過見到很多人 其實... 不無厘頭的人比較多 而且你會發覺原來香港 第一很多... 我們現在... 譬如我們正常生活中的圈子 是不會接觸到這幫人的 他們可能是長夜病患 或者是有一些... 身體上的問題 那他們的缺陷 是令到他們沒有辦法做事 政府其實養了一群很大群的人 接著我做下去 發覺自己來來去去接電話 都不是... 真的不是正常人 不像我們這些... 瘋狂的 去打他那些電話 很多時候都是... 玩電話 騷擾 或者是... 一些... 好像現在網上的 那些人 那些人 他們很多時間 因為... 而且... 你也知道 雖然他們是... 做不到事 或者甚至智商是有問題 但是他們都懂得說話 而且他們的身體 發育都是完整的嘛 因為我覺得做下去真的有點無謂 好像你是在服侍一群人 有時候他們又失機無神跟我說 啊... 那個阿依依今天搞我啊 幫我抹身的阿依依呢 他送飯給我吃呢 然後又性騷擾他啊 就好像... 就好像自己在AV那些情節一樣 那幸運地呢 現在就網絡發展了很多了 那這一群人呢 就轉移到網上了 所以... 有時候你們見到一些... 無厘頭的人呢 其實... 我有時候都感受到 因為我都對著他們幾年 雖然我不是上班啦 我做義工 但是我一個星期的鐘都幾多 在那個中心那裡 就變了我有時候感受到 他們說話的內容 語氣啊 就是... 比較不整理的說話 那... 但是又想引你注意啊 那... 那... 就是... 這個也是一個原因 為什麼我不繼續做那個義工 那... 因為我覺得... 真的幫不到一些真正有需要的人 那... 前後我大約做了兩年多 就沒有做了 哇... 這個東陰宮湯好喝啊 超好喝啊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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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很香的椰奶味啊 不是很辣啊 但真的很香耶奶味 而且給了很多蝦 超多蝦 等一下可以撕來給蘇米仔吃 生菜包我已經快吃完了 多吃幾塊應該沒有 這次的肉不太多 不知道有沒有在50 facts about me說過 其實我喜歡吃泰國菜 如果生人只能吃一種國家的菜式 我一定會選泰國菜 我真的喜歡香茅味 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香葉和香茅的味道 超棒的 百食不嫌 每天吃都不會嫌 很甜 超級甜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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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甜 很甜 很甜 超好吃 如果說起做義工 假設你們剛出來工作 我都會建議你們去做 當看多些這個世界 做義工做的內容 不會是你平時做的可以接觸到的範圍 所以剛出來做你 還有很多精力體力的時候 不妨抽些時間去參加機構做義工 不一定有信仰做一輩子 當作是一個見識 真廣見聞 是YES 但我覺得泰國食物不適合情侶去吃 尤其是剛才這次的藥會 因為吃到有口水鼻涕、汗、比較狹狹 如果你問我第一次去哪裏吃得好 如果剛認識一個女生或男生 我覺得西餐是最好的 不一定是高級的西餐 可以是一般的西餐 因為西餐吃的東西 例如鑽扒、五千層麵 都不會是骯髒或不需要用手吃 但如果吃生菜包 很難不用手吃 另外很少人喜歡吃中餐 但我覺得中餐拍拖也是不錯 因為中餐是用筷子、筆子、夾子 中餐的話我推薦你們去葛金軒吃 以及尼丸 這兩間的藥物都會有 如果你們第一次去街 可以去完藥物看電影 然後再去尼丸或葛金軒吃飯 我喝冬蔭一定會流鼻水 喝下了後有一點辣 或許你們可以去駱視佛台 我覺得駱視佛台也有 隨便入一間西餐廳都可以的 不需要很高級 我覺得人不需要 但正常想 起碼能夠保持你的儀態 我覺得是頭幾次約會 最重要 而且昨天也有人推薦我去做披薩 或者便利店的麥克風 或者叫我去到處掃街 然後買回家 到處掃街應該不會 因為掃街應該是在街上吃的 那你說薄餅呢 我都會的 一定會的 但可能遲些 等到沒有這麼熱的天氣 便利店 因為香港又不像台灣 有什麼Family Mart 或者是一些特別小小的食物 但我都盡量在七仔和OK便利店 找些有沒有 都可以用來做晚餐 用來和福的食物 我其實曾經在家裡 都試過自己煮冬陰公湯 但煮得不好吃 我是買 逐樣砌回來 即是香茅 番茄 那些葉 即是 自己煮 我真的沒有在街上煮得那麼好吃 唉 我冬陰公差不多喝完了 那現在呢 吃幾口這個山菜魚肉 我想這一餐應該吃不完這個山菜魚肉 但我會今晚做燒的吃完 超脆 真的好吃 這個魚肉是不彈牙的 但我喜歡吃不彈牙的魚肉 我喜歡吃 比較 然後 一咬下去 鬆軟的 軟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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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準備了麻油 我一直都吃完才給它吃 我一直都吃完才給它吃 超脆 真的好吃 還有一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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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餐我不吃得太飽了 因為可能早上都會做得很密 餐餐的 吃了自己真的不好 吃了一咬下去 現在吃了一咬下去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按LIKE我 還有FOLLOW我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